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根本没有什么生活压力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可能那时候交过一个女朋友 然后觉得女朋友想在北京这边 躲在这边定居 而且觉得博士读出来的话 可能还比较漫长的路 对 所以就觉得可能 交了个女朋友 喜欢一个女生 喜欢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喜欢你吗 不确定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女朋友的这个说法 不一定靠得住 因为他都说 不知道对方喜欢不喜欢他 可能根本不能称之为女朋友 对 我想问的是 你在北大的成绩怎么样 有没有 你的学分有没有该修了修到 都没挂过课了 你的论文发表 有没有该发表了 是不是都发表了 没有 就是我们那都是一篇论文 然后毕业了博士的时候 对 还没有发论文 你说你成绩没问题 对 没问题 谢心 为了证明你的那个问题 今天我们也请小熊的同学来了 你是就是寿博联读这五年的同学 她学妹 你是她的学妹 刚才谢心问 她挂课挂的厉害不厉害 我师兄这个人 他学习成绩很好 而且他在科研上也很上进 很努力 他在我们实验室 属于那种非常刻苦的一个人 所以他突然退学 这个我们也不太理解 你们这个专业 就是寿博联读五年读完 一般的去向是什么 一般的都有出国的大部分 我认识一个 好 请坐 就是北大生物毕业的 他在美国拿的一个 非常高的全奖的奖学金 一年好像是八万美金 人家现在在美国工作 一年大概四十万年薪 四十万美金的年薪 其实 非常好 非常好 是非常好的专业 对 非常好 因为北大生物学这个专业 这在江湖上的名气早就用了 对的 很多是梦寐以求的 梦寐以求 哪年退的学 就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哦 今年一月份刚刚退学 对 退学之后 从今年一月份到现在 大半年的时间干过些什么 退学了第二天 然后坐火车去了浙江那边 然后在义乌待了 待了几个月 开始做过房产 然后后来做保险 你等一下 邵刚 关键性问题 北京有很多房地产中介店 比义乌赚得多得多 为什么 说要留北京刷价非义乌去了 那个女孩在义乌 前后矛盾 对 不是那女孩在北京 不想看到她 然后就跑出去了吗 你做决定不就因为这女孩吗 你因为这个女孩做出来的 离开北大的决定 你出来之后就不想再见到她 为什么 不是那时候还成不了吗 要创业成功了才有可能 哦 要创业成功 我知道了 小熊是这样的 我创业成功 我挺直了腰板 扬眉土再回来 过来之后 看着那女孩说 怎么着 大爷回来了 这是一个被爱情伤到可以一绝不振的年轻人 爱情好害人 做了卖房子 卖的不太好 不是 那时候刚卖了几天 然后房产政策就新政就下来了 新政就下来了 对 他们公司就没开了 又干什么 去平安做个保险 做个平安 卖的怎么样 也就做了一两个月吧 就又从义务回北京了 所以觉得义务那边可能空间还比较小 还想回北京来 回到北京见到那女孩了吗 不见不见 还不见 就是 对 还不见 好 在北京又做什么了 在北京去过一家外汇公司 待过 待过20天 后来去保健品公司待了几天 保健品公司 对 然后接下来呢 又干了什么 其实那四份工作换了以后 我就打算真正找份工作好好做了 然后就去了汇冲网 现在你还在那家网站工作 没有没有 因为我这人比较纯粹了 我觉得既然来面试的话 就对公司也不太好 就迟了然后过来 我作为一个从大学里边 辍学创业的人 我给你一个建议 博士团新成人 王一 今日美丽 创始人兼CEO 今日美丽 是国内知名的化妆品团购网站 有人说那个 辍学创业 是九死一生 但是从我这边周围 我还有些朋友 也是创业者 我们看来是 98死 一个半死不活 只有一个还活着 只有0.5个还活着 咱现在能不能和学校认个错 说我错了 我想错了 我脑子进水了 我那天早上出门撞墙了 然后一不小心 又被一个铁门演了 这些关键能不能回去 能不能回去 不会回去 能不能回去 还是不会回去 能不能回去 能不能 这事不太确定 但估计是能 关键的问题是 我不会回去 你为什么不会回去 你到底有什么没说 做自己想中的事 没有什么没说的呀 你所谓的坚持 坚持给谁看呢 那个女孩已经不在了 今天boss问 你还能不能回去 你先告诉我们说 那女孩在呢 就算在她的生命中 已经不在了 是是是 你就别把它当回事了 世界上好的女孩 多了去了 来市医家园找 就问一个问题 你坚持给谁看呢 你跟我说 我肯定不回去 这有很多好女孩啊 这非常多好女孩 对不对 你觉得你现在的状态很好吗 你坚持给谁看 很帅吗 我觉得自己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坚持做错的事情 结果是什么 我不认为这是错的事情 你看你别着急 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 你可以不跟我们解释 因为我跟你价值观不一样 你父母知道吗 你怎么跟你父母解释的 父母现在不知道 我真的 你父母还不知道 求职者来到这个舞台 得到的东西可能不一样 很多人得到一份工作 对不对 有些人得到的经验 我希望你得到的是一个醒悟 对 我觉得你是公费念书的 那是纳税人的钱 不是你突然说不干就不干的 这是第一点 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你下来念的口号是 你说你是一个脚踏实地 为目标努力不懈的人 又说怎么样坚持 其实都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 那也不是你的女朋友 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你会不会现在回去 回学校 不会 我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次 我挺成熟的 小熊你不要太抵触 大家真的是为你好 那你明天你回去 真正的退学 不要挂着 真正做一个坚然决定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 如果你真这么大决心 你明天就去退学 你们太狠了 没有 这两回事 小熊 我的合伙人宇森 还差三个月 斯坦福大学的硕士毕业 退学回来创业 这是真正的坚然决定 但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想了一年 你没有想清楚 这是最大的区别 而且再这样 我同意陈欧说的话 他现在回北大 还有机会 其实我是非常 非常劝你回去 但是你死活不回 那你请把北大这边断掉 自己走这条路 绝对绝对 不可能再改变了 如果讨论的话 可以讨论一下 怎样帮我发展 不用讨论 叫我回去这样子 不说了 不说了 今天我们说的太多了 因为我明白 他的出现 再挑战价值观 十二位 再指导价值观 再指导人生 最终落到 工作到底是给 还是不给 十二位 选择 现在有两位留了下来 小熊 天生活有才 听你这么坚决的 不想回学校 我想你自己心里 肯定做了很多分析和判断 对 你为什么觉得 现在工作 比你学习更有价值 或者更有未来呢 在社会上的话 我觉得 会获得更多的体验 在人生的体验 会更加丰富 在我看的话 这些丰富的人生体验 都可以换来一些 人生的新的一些 你为什么要找罪受呢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找一点罪受 以后可能会好一点 请问 就是选择了 不再犹豫了 是吧 对 我先告诉你 就是没有什么大不了 我也现在在赌博式 但是我觉得赌博式 纯粹是为了一个 自己的追求 追求不同 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我挺你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呢 您可能现在的工作 不可能马上做 这个高层的这个助理 有可能先从 基层的销售开始做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我们提供资源的时候 是有销售的工作 不是不让你说的 人力资源面试的前提法则 是行为化面试 以及过去的行为 推断现在的结果 五份工作做了不到八个月 你凭什么认为 他可以在你公司里 继续做销售 我认为 你是找人力资源不管 人力资源我不管 但是这可以管了 人力资源大前提 不要激动 每一个人 刘老师刘老师 刘老师我说两句 我刚才我说过来 因为你每个人的目标 不一样 我没有谈论目标 我现在是站在一个 非你莫属 人力资源的面试的角度 来谈这个问题 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你不用回答谁 是这样的 好 既然这样说的话呢 我也非常愤慨 人人是人才 凭什么说他不是人才 而且人才只是放错了地方 人才不是你说是人才 就是人才 会谱会谱 但是也不是你说 对吧 所以你不要讲 人力资源面试的科学 我觉得首先呢 这个很重要 听人的说 听人的说 其实你每个人的选择的话 跟他目标是 最相关的 就我刚出来的时候 我选择 我觉得我半年 这个目标是 去尽量多的体验社会 所以我觉得 我这样选择 没有太大的错误 我告诉你 我没有谈你的问题 我现在必须 刘总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说的对 你何德何能的 判断他做销售 回答 小熊现在跟你没有关系 我们是在 对 我们现在是在对 企业的选择 企业的这个标准 来提出问题 到底在哪里 小熊我们在帮你讲 负责任的企业 我们在帮你讲 负责任的企业 我们都问你好 小熊这样 没有什么争议 允许可以你失败 我只是觉得 我很尊重你的选择 一个人 有自己的选择 我就一定会挺他 而且的还有一个问题 好 这个平台 今天所有在 片子期间的观众注意了 只要你们愿意 选择帅康 帅康就会雇用你 好 我觉得 对话 我真的觉得 刘贵甫说的这个话 不是情绪 作为个人没问题 但是现在你是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招人 你不能说 你只要是有你独特的选择 我就挺你 那按照这个来的逻辑推论 刘贵甫说的 有人选择帅康 帅康就得要啊 我认为他自己的价值观也是非常成熟的 他今天这么多的这个boss 一直对他狂轰乱炸 但是他你看依然没有所动 我觉得这种执着 那个小熊我觉得这个 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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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一下价值观的问题 你等一下 政府给他钱念书 给他钱补助 他一声不响就走掉了 而且连跟学校交代一声都没有 你觉得这价值观可以吗 以后他来你办公室 他来你公司上班 你给他提供薪 我觉得是这样的 每一个人呢 都是可以进行培训的 可以交流的 我觉得呢 如果你来到我们企业 我可以跟你深谈一次 怎么好好重新规划一下 当然 只要你愿意 是这样说刚 当我已经发现 有一类人 就是像小熊这样的 他已经选择了这个理想 你酒头牛 也拉不回来 如果说他已经选择了 他应该追求 他内心的一种安定 那么我相信 他现在在这条路上 他的内心是安定的 人一直要做很多艰难的决策 但是追求理想是好的 但是他现在没有理想 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只是想放弃现有道路 我们得对他负责 这个很关键 陈总 陈总 他是一个 陈总 他是一个 与企业 就已经辍学了的 没有方向感的年轻人 其实我陈总听我说 那个我 陈总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 能被选以什么道路吗 所有一个有你 这样的人在改变他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少数人是对的 我们十二个boss 不一定是对的 坐坐坐坐 因为伟大的理想是少数人 他的理想是什么 陈总 你做 他的少数名额也是少数 那我说一下我的理想是什么 你说一下你的理想 我说过十年之后 我有上市公司 这就是我的理想 这叫做梦 这从来不是理想 我跟你说了 这叫做梦 你觉得是做梦 你上市两个制服 什么意思也不知道 每个人等于不一样 你觉得是做梦 我觉得我有这个目标 我可以追求 成不成功是我的事 谁管着 对 可以看吧 他的表情不停地在抽动 他的手也一直不停地在扭动 其实这证明 他的心理能量 是在波涛汹涌 内心有很多的情绪 在相互的交织 跟波动 有两家单位留下来了 那咱们就工作 谈工作 最后一次的选择机会 你们选择继续 还是离开 二位选择 好 两家留了下来 谈钱不上感情 来 帅康 刘春华 值位 首先呢 先让你做一下市场 就是大概呢 培训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样子 然后呢 再给你提供一个销售 实习期的薪水 大概是四千乘八折 那么其他如果是你能够运营成功的话呢 很可能那个还有一些提成 听习惯的 嗯 别别别着急 还不是没听 封这儿呢 啊 咖啡之意 营运经理的助理吧 可以协助他做一些行政管理 以及相关营运工作的学习 基本心机应该是三千五的样子 谢谢你 十五秒钟的思考 然后告诉我们 小熊 你的选择是帅康 还是咖啡之意 或者选择 谢谢再见